云霄节淡水区公所与淡水街道文化出镜会 发起元宵提灯游户伪活动 在淡水最老的街道重建街 当晚是邀请了上千人一同参与 大家提着自己做的灯笼 在文史工作者的导览解说下 一同感受重建街的历史文化 上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 不少民众都选择看花灯的活动 不过在淡水的重建街 有一群大手吸小手的民众齐聚 准备要来提灯笼走老街 淡水最古老的街道重建街 由淡水区公所及淡水街道文化出镜会 发起元宵提灯游户伪的活动 要邀请民众元宵节来到这一条淡水最老的街道 感受传统节庆的历史文化 我们希望说让大朋友小朋友 每个带着一个是自己做的灯笼 或者他们是他们所索取的来折好的灯笼 来游我们淡水重建街等等的景点 在这景点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很多庙 振兴宫 包括我们的清水组织庙 包括我们的浮游宫 甚至我们的义和轩等等 住淡水很久 但是还不知道有这些巷子 所以这些让他知道 这些巷弄里面的一些艺术文化的东西 屈长说很多的民众知道老街 但却少走进老街里的巷弄 感受巷弄间的艺术人文风情 要趁着元宵节的提灯游户围活动 正好让大朋友小朋友对于自己的家乡 有更深入的探索与认识 进而感受家乡的魅力 也爱上家乡 那我们希望说在古老的淡水这个巷弄里面 还有这样的一个古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氛围 那我们来举办这样的一个登位活动 希望让大人小孩 尤其是那个很幼小的小朋友 能够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元宵节的一个记忆 阶段文化促进会表示 常常有活动在庆祝万圣节圣诞节 却忘记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节庆 是元宵节 因此也希望透过办理元宵提灯游户围的活动 让民众甚至是小小朋友们认识元宵节 也在老街穷建街上感受最古早味的元宵灯会 提灯漫游清水主师庙 服幼宫与红楼等景点 感受夜晚老街的魅力 也留下元宵节最难忘的回忆 吉祥平寒淡水采访报道